好啦 那個 我們接下來看 還是繼續看那個Binomial 智陽怎麼樣 要睡嗎 要不要起來動一動 考試太傷神了 憲哥那麼高興 好高興喔 Binomial的這個實驗 剛剛說過這四個實驗 它的四個需求一定要滿足 那做出來的結果就是一個二項分配 叫二項分配的概念 那它的一些符號 就基本上它大概有一個 這個P of S就是成功的機率 P of F代表失敗機率 小P代表那個數字 所以P of S等於小P P of F等於E減去P 我們令它叫Q Q代表失敗機率 那小N代表你的整個實驗的次數 那大X就代表你這個實驗 N次的實驗中你大概成功了幾次 所以X是它的什麼 是它的隨機變數 二項分布的隨機變數 大X 大X代表就是N次實驗中 你成功幾次 類似這樣 那當然你的成功次數 可能介於0到N之間 0到N之間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我們的二項分配的一些常用的符號 那它的機率怎麼算 它的機率是用 用算出來的 所以它是屬於古典機率的概念去算出來的 所以二項機率的這個公式呢 因為是N次實驗剛好S次成功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combine的 就是組合的概念 所以它的P of X 就類似CN取X 就是組合嘛 對不對 CN取X 然後乘上P P的S次方 P就是成功次數嘛 成功的機率嘛 小P代表成功的機率 那它成功幾次呢 就是X 然後Q代表失敗的 這Q 然後它是N-X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是 所謂的叫 在算這個 binomial distribution裡面中 它的二項的機率的公式 就是寫成這樣 前面是一個CN取X 後面再搭配它的機率 成功的機率 搭配它的失敗的機率 那因為它都是independent 所以它最後的機率是用乘的概念 所以這公式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你怎麼現在還在交檔案 好啦 交完就算了 不要再亂交了 這個有沒有辦法關掉 好像沒辦法禁止 好 沒關係啦 這個下次再說 好啦 但是問題 我們這邊要提到 特別要談到這邊 我們通常在做這種二項實驗的時候 有時候在做一些取樣 取樣 我們記得上次有講過 在你在取樣或抽樣的過程中間 你取後不放回 取後不放回代表的這個實驗的機率 實驗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是相依還是獨立 取後不放回喔 就是有相依的概念嘛 就說我今天取完一個樣對不對 這個人我把它取樣完之後 理論上我就不會再去問這個人了嘛 不然同樣那我最簡單的取樣 我就同樣問這個人問這個人 就問這樣就最簡單了嘛 所以一般來說 取樣是取後不放回的概念 知道嗎 那取後不放回是獨立還相依 相依啊 對不對 如果你看你的球 你裡面五個球 你取後不放回 第一次取出來是五分之一 然後剩下四個再去抽 現在就四分之一嘛 所以它的什麼 它會有相依的概念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樣本數很大 今天我們在談這個二項實驗 我們談到特別 二項實驗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是要獨立嘛 是要獨立不是相依喔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取樣的過程中間 當你的樣本數很小 或是說你的樣本數跟你的母體數比起來說 相對是很小的話 多小呢 大概沒有超過母體的5% 沒有超過母體的5%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取樣然後不放回的概念 可以還是把它視為是獨立的概念 所以它有這樣的一個前提 所以今天假設你的母體是1000個人 那你今天做取樣沒有超過50個人 如果你今天只有取樣10個人 那這樣這取樣這10個人 你把它類似取後不放回的概念 這取樣10個人還是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什麼 還是可以當成是一個獨立的概念 獨立的這個取樣的概念 那為什麼要特別談這個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談的很多取樣 大概都是大母體 但是我們的樣本不多 所以雖然它是相依的概念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把它視為是獨立 那既然可以視為是獨立的話 所以也可以適用我們的所謂的二項 二項分配或二項機率的概念 所以這邊有特別提到一下 特別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取樣樣本數小 沒有超過母體的5%的時候 它的取樣可以當成是獨立的 那至於它的機率的公式是可以寫成這樣 OK 好 那這個題目我們剛剛就說過了 丟銅板丟三次對不對 固定的次數嘛 三次 那三次裡面當然它有可能成功零次 成功得到正面 那得到正面有可能是零次 有可能一次 有可能兩次得到三次 它現在問題正好出現兩次 出現兩次的機率 那它也符合所謂的獨立這個event 就是它的在這個trial的過程中是獨立的 然後它還是包括還有什麼 還有它的成功跟失敗的機率是永遠都不變的 類似這樣的概念 而且它只有兩個 只有成功跟失敗 就是正面跟反面 所以丟銅板丟三次是一個binomial的experiment 所以這個是屬於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概念 那所以如果我們直接用我們的公式去算它 用這個公式去算它 probability of兩次正面的這個機率 因為它是二項分布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c3取2 對不對 所以c3取2之後 然後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1分之1 失敗的機率是多少 1分之1 那成功是兩次正面 所以就2 失敗是一次是1 那這樣你去算出來結果是3分之8 所以透過這個binomial的機率去算出來是3分之8 那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之前的古典機率直接去算它 就是利用樣本空間分支什麼 樣本空間分支你的這個event的次數嘛 這也是古典機率的概念嘛 所以我的樣本空間是多少 8個 但是裡面有幾個是屬於兩次正面的去算它嘛 那這邊它就是課本這邊是直接把它列出來 那列出來你就發現它只有3個嘛 所以從樣本空間分支event的次數 event的這些次數看來 它也是3分之8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今天你不管是用最早的那個古典機率的樣本 這樣的方式去算它 或者是你用二項分配的這個機率去看它 它算出來結果都是一樣的 都是3分之8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種接下來的這些例子都是屬於二項分配 所以你自己要先把它知道說 這樣子的結果就是 這樣的一個案例就是一個所謂的二項 適用在二項分配 什麼樣的情況呢 好 就是說假設我已經先知道了 這個任何的月份 每5位美國人就有一位剛看過醫生 那當然這個每5位就有一位發生 這個是一個透過觀察頻率所得到的一個機率 所以他認為每5位就有一位看過醫生 那如果我們隨機去挑選10個人 剛好有3位看過醫生的機率 好 這個例子當然很簡單 但是你要去把它聯想到 它為什麼會是一個二項機率分 二項機率的實驗 是一個binomial experiment 為什麼 對 因為它只有成功跟失敗 那成功跟是什麼 成功就是有去看 失敗就是沒有去看 所以它只有兩個outcome 那它的實驗次數是固定的 挑選10個 挑選10個 那而且我們說過 如果因為你是 美國人有多少人 美國人應該有好幾億吧 上次好像有問過 你們不就馬上去查 好 反正不管 那你只挑10個美國人 那挑10個美國人理論上是 他挑完之後不會再重挑 所以這是取後不放回 但是它因為跟母體數相差太大 所以我們抽樣 抽10個人的概念 可以把它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獨立事件 當成是獨立事件 那所以又是獨立的事件 然後又是成功的機率 都是五分之一 五位就有一位剛看過醫生 那所以它這樣的一個實驗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binomial experiment 可以連結得起來嗎 這個很重要 因為binomial最簡單 也是以後我們會常用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binomial 因為它實驗次數是固定是10個 而且它只有看或不看 那看的機率是五分之一 不看就是五分之四嘛 就是這樣 所以它都是固定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10個裡面有3個看過醫生的機率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binomial probability去算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取樣是取n個嘛 n比10 成功的有3個 那成功的機率是多少 五個裡面有一個就五分之一 那q是失敗的五分之四 所以它就是p of 3 那p of x的x等於3嘛 所以p of 3 那這邊就是c10取3 然後呢成功是五分之一的三次方 因為s3 失敗是五分之四 然後是n-x 那n是10-x就是7 這樣算出來結果就是0.201 所以代表什麼 這10個人的樣本裡面有3位 會看過醫生的機率是20.1% 類似這樣 這樣清楚嗎 這樣可不可以連結起來 這就是一個二項分配實驗 好 好 再來看 teenager 你們應該算不算teenager 你們還算嗎 是 你們還算啦 好啦算了 你看你說算就算 對不對 teenager 不過teenager大概一般來說是10幾歲 你們現在幾歲 你們如果大一大二也許還勉強 進來好嗎 你幾歲 你才21 你才21喔 大四應該是 快比20 快比20 還勉強算 好來 teenager 那teenager發現說 好他已經有這個 那當然這個 這個機率怎麼來的 這個機率可能就是從什麼 從他的觀察值 就是他透過頻率分布去找出來的 有30%的青少年消費者 他的花錢來自於打工的薪水 這個蠻高的 你們想想看 你們以前在讀高中的時候 你的錢是誰來的 是誰給你的 他你們在消費的錢是來自誰 不是 高中很少花錢 高中要看電影找誰要錢 高中要去吃麥當勞 找誰要錢 找家裡 找家裡 對不對 有沒有自己打工的 高中打工的機率應該很低啦 不過在美國當然不一樣的國情 所以美國的文化 高中又開始打工了 所以他們大概有30% 青少年的消費 是來自他們自己打工的薪水 好 所以這個30%是一個固定 他認為是30%就是一定會這樣 那五位好 現在我從這裡面挑五個青少年來 那要求出三位在打工的 因為他有30%是來自他打工 所以代表30%的人有在打工嘛 30%的青少年打工 那五位裡面要求出三位 正在打工的機率是多少 至少三位 這邊是至少 不是正好三位 是至少三位 五位裡面至少三位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Overall來說 它也是一個二項分配的概念 因為他的實驗次數就五次嘛 因為挑五個人 那成功的機率是固定 就是30% 不成功就是70% 那你挑五位的過程裡面 因為美國青少年應該也是好幾百萬 好幾千萬 那你只挑五個 所以基本上 它雖然是取後不放回 但是它也是一個獨立事件 對不對 所以類似這樣 所以它就是一個 binomial distribution 但是它現在要你求的event是什麼 至少三位 那至少三位 你抽五位裡面 當然至少三位 就是涵蓋三位 四位 五位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幾個 是獨立事件的時候 你是把它的機率用什麼 相加法則 對不對 我們上次第四章 就有談過機率的相加法則嘛 所以機率的相加法則 你就要把第三位 第四位 P of 3 P of 4 P of 5 這個把它算出來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變成是至少三位 在打工的機率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公式去算 那我們這邊 再介紹各位一個 Excel裡面的一個函數叫 binomial 就是反正它就是一個 函數名稱 所以你待會兒可以在Excel 回去直接在Excel打 binomial 然後點DIST 就是binomial distribution的概念 然後裡面有三個參數 有三個參數要下了 四個 四個參數要下 那 那你看這邊打的 3 所以3是代表什麼 3就代表X 5呢 就代表你的N 然後呢 0.3就代表成功的機率 那最後一個參數0呢 是代表什麼 最後一個參數0是代表它 是不是要算它的 cumulated 就是累積的機率分佈 我印象中好像是這樣 那一般我們沒有要算它的累積機率分佈 就是要看它等於3的那個機率是多少時候 我們這邊一般就給0 給0 所以這樣你下這個comment 得到結果就會跟這個算法 算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便宜方便的 這不是 這方便的方法 在Excel裡面你要算binomial distribution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方式去算出來 那當然你用這個公式去算的話 你只要下指令就不用去算它 那你把它 這邊3換成4 就變成這個 那3換成5 就變成這個 那把它算出來之後 把它相加起來就可以了 Alright 所以這個大家 用Excel可以去算看看 那另外課本有時候可以用查表 那查表當然 有時候你們去外面考試 當然不可能有電腦可以用嘛 就是像在考研究所也好 或者也要考一些不同的考試 大概它 除非它有提供電腦 讓你可以去算 不然的話 一般它會提供一個什麼 提供一個表格 提供一個表格 讓你去做查表 那查表的話 你反正如果是二項分配 它就會告訴 它會給你一些這種圖表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去查 當P是多少 然後N是多少 X是多少 像這邊是N是2 那X就是012 如果N是3 它就0123 那你就可以去對應它 然後看你的P成功率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去對應 找出它的那個表 所以這個查表 在binomial distribution也好 或者以後我們在常態分配也好 或者是以後還有什麼卡方檢定分配 這些東西裡面 都有它的表格 可以去使用它 那當然我們現在都用Excel 所以Excel直接 你打一個函數 它直接把你算出來 而且它會算得比較精準 那查表有時候它會 所以有些數字是沒有的 像你如果機率是 像這邊機率是0.1到0.2 然後一直下去 如果中間的機率是0.15 哇 那你就剉賽 那怎麼辦 那就找 像這邊如果是0.4跟0.5 中間要找一個 你就去把這兩個數字找出來 然後自己去做內查就好了 去把它做內查 懂不懂 所以這個類似 類似查表有時候 它沒辦法查到比較精確的數字 那你就必須還要再做內查 但是在Excel 當然我們直接就可以 直接去算出來 好 還有一個例子 5%的美國人害怕 晚上一個人再加 5% 還算滿低的 你們會不會害怕 晚上一個人再加 不會 反正5% 這個反正就是一個 那5%害怕 另外95%就不害怕 所以它也是只有兩個 好 那隨機挑選20位美國人 那一樣 20位雖然是看起來很多 但它基本上還是一樣 相對於母體來說是少的 那用2項表達 好 剛好5位害怕 那頂多3位害怕 至少3位害怕 就其實都是 都是在做2項分配的一些計算而已 那5個害怕當然最簡單 5個害怕你直接下指令 binomial distribution 所以它這邊是n等於 n等於20x是5 所以這是520 然後成功害怕就是0.05 然後0是不算累積的 所以你算出來 它會比較精細有沒有 它算出來是0.002245 那課本查表的話 會查出是0.002 所以它當然進度上來說 sale會比較精確一點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 是要談頂多3位 那頂多3位的意思 就代表什麼 包含它的隨機變數x會多少 0 1 2 3 所以頂多3位嘛 所以你就要把0 1 2 3 這幾個機率把它算出來 那這幾個機率怎麼算 你可以直接代公式 代這個excel的函式去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把它相加 得到就是小於等於3 是0.984 那至少3位呢 那至少3位 我們剛才前面是頂多3位對不對 那現在是至少3位 那至少3位當然 因為你現在x45 所以說實在你也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至少3位就是345嘛對不對 就把345把它 p of 3 p of 4跟p of 5把它算出來相加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 沒有這個有20位 至少3位 所以還不只呢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努力去算它的話 就是p of 3 p of 4 p of 5 一直到p of 20 所以中間總共有多少 17個這樣 就是17個要去算它 那當然這樣子算也可以啦 不然的話你用方便一點就是我們之前談到的什麼 complementary 余補事件 有沒有想 用余補事件 至少3位的余補事件是什麼 至少3位的complementary余補事件會是什麼 至少3位的余補事件呢 至少3位的余補事件呢 就至多 至多幾位 兩位啦 兩位啊 因為3至少3位是含3咧 所以你的complementary 就把3以上的除掉 那至多就到兩位啊 這樣叫complementary 就叫余補事件啊 對不對 Wake up 不要醒來啦 看怎麼大家上課都這樣 沒事沒事 好 至少3位的余補事件就至多兩位嘛 那至多兩位的話你就很簡單啦 你把P0 P1 P2加起來 然後再用1把扣掉就好啦 總比你在那邊算了多少 16 7個這個機率來的簡單一點 所以你把P0 P1 P2加起來 然後再用1去扣掉它就得到 得到什麼 得到它至少3位的結果 這個是自己可以去練習一下 好再來看酒駕 好 來 70%的週末夜晚單一車輛 酒駕如果 反正這70%會 它的這個車禍是跟酒駕有關係 那挑15件週末車輛 15件週末的車禍來看的話 那要求出 它如果是跟酒駕有關係的件數 是介於10到15件的機率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也是一個binomial 也是一個binomial概念 反正它就是有酒駕 或是沒有酒駕 雖然它都是發生車禍 但是它是有沒有酒駕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你的N是15 因為挑15件嘛 那P成功70% 那你現在是介於10到15 就11 10 12 13 15 那你就個別去把它算出來 把它相加起來 得到結果這是答案 那這個也很簡單 好 那這個是 剛才那個是二項分配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接下來看二項分配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離散的機率分配 那離散的機率分配 它也有平均數 也有變異數跟標準差 對不對 所以對二項分配來說 它的這個平均數 變異數標準差的算法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所以它的μ是等於Np 就是你的取樣的次數 乘上成功的機率 就是你的平均數 你的變異數就是等於Npq Npq 那標準差開根號 所以這個也稍微記一下 這個公式就是 之前統計學要導出來的結果 平均數就是N乘上p 變異數就是Npq 標準差就是根號Npq 就是這樣要記起來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去算它的這些 二項分配的結果 好 所以 丟4次 那 求出正面的平均數 那4次當然 N是4 那成功 正面的成功是1 2分之1 失敗1 2分之1 那要求它的平均數 就直接代公式 Np 然後得到μ是2 Sigma2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變異數是等於Npq 4乘2分之1 乘2分之1 乘2分之1 Sigma 標準差也是1 這就可以算出來 丟骰子 丟骰子 這邊比較很特別 然後有一顆八面的骰子 骰子有八面的 有沒有看過 一般骰子是六面 有沒有八面的 有沒有去看過那種 有些很特別的那種 整人玩具店 那整人玩具店裡面就有很多很稀奇古怪的 那裡面的骰子就有很多種 八面的也有看過 那反正八面的骰子就是八個面 那八個面當然一樣 假設它每次出現都是一樣 都是平均就是 幾率是一樣的 好 丟了560次 丟了560次 那所以每一次丟骰子都是一個independent的事件 那它不外乎就是 它這邊要求說 指出7個這個數字的平均數 那指出7個數字 那這樣的概念 基本上也是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因為它可能丟7次 它丟了560次 每一次都是獨立的 那它不外乎就是 不外乎就是7或是不是7 7或不是7 對不對 所以它的那個成功跟失敗的機率是固定的 所以它都是符合二項分配的概念 所以它也是一個二項分配 那它要求出直到7的這個數字的平均數 跟變異數跟標準差 所以是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binomial experiment 所以n是560 那p成功得到7分之1 得到7的是8分之1 那失敗就是8分之7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去算出它的什麼 μ是等於70 mp 那sigma2mpq是61.2 sigma就是等於7.826 就這樣 Straight forward 好 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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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whatever 這也是一個 應該是美國的 美國的某一個報告 這一個實際的數字 那說2%的美國新生兒是雙胞胎 所以它這個2%怎麼來的 它的機率是從什麼 從數據來的 從觀察而來的數據的 是一個頻率 所以2%是會是雙胞胎 那接下來我再隨機去挑8000位新生兒 那8000位新生兒 它的雙胞胎數字的平均數 會是多少 那這邊也是類似概念 是一個binomial distribution 那 所以這時候你的n是多少 n就是變成是8000 那你成功的就是雙胞胎的機率是多少 2% 所以p是0.02 那 那 那Q當然就是0.98 所以類似這樣 所以μ是等於np 所以8000乘0.02 得到160 所以代表 這8000位新生兒裡面 你大概它的平均數會是雙胞胎的 是大概有1200 16 160 有雙胞胎 那它的變異數是15.6 156.8 開根號之後變成標準差是12.522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425 把它變成是什麼整數 因為 因為感覺上變異數 你的這個標準差 如果有這種時數 感覺上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畢竟上 人雙胞胎 這種是一個整數的概念 而不是 而不是時數的概念 不過當然隨便 這個其實沒有特別重要 好 這個題目你們回去可以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好 假設這邊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7家餐廳有3家被檢查出 威聲有狀況 威聲有狀況 那你在那邊旅行的時候 你假設要在那邊吃10次 你要吃10次 那就是看你的運氣好壞啊 那附近7家餐廳 每7家餐廳就有3家是什麼 是不衛生的 那你要去外面吃10次 那你有多少機會 會吃到不衛生的餐廳 類似這樣概念 好 所以 這個是不是一個binomial 你可能吃到衛生或不衛生 那基本上就兩個outcome 那兩個outcome 然後呢 你去 你要吃10次 所以那個實驗次數是固定的 那你吃到衛生的餐廳的幾率是多少 是7分之4 那吃到不衛生的呢 就7分之3 然後你每次去吃 你可能 如果假設它是一個隨機的行為的話 那它應該也是一個independent的概念 所以因此呢 它應該也是一個binomial的一個 一個概念的一個分配 那現在就是說 假設有這樣的概念的話 你要怎麼 你如果要去把它弄出一個完整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二項分配表的話 那這個二項分配表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x 那因為你要出去吃10次嘛 那你有可能會碰到不衛生的0次 一次、兩次、三次、一直到10次 然後它對應的機率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累積機率是這樣 那這個表 這個表你們就可以直接用Excel去做了 回去試看看 用Excel去把它做 那怎麼做 就是一樣啊 剛才的每一個 你就是帶那個binomial.dist有沒有 帶那個函式進去 那只不過裡面呢 這個s要 s要去變它 那另外我們剛剛原先有一個是射程 最後那個參數是射程是0有沒有 剛才不是有一個參數是要射程是0 對不對 這是0 但是如果你要算它的累積的話呢 這邊就可以把它 後面把它寫成1 然後它就會算出它累積的這個機率 那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完整的什麼 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二項分配的機率 對不對 然後呢你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你可以把X對應P去畫一個什麼 直方圖 直方圖會畫的吧 你可以去畫一個直方圖 你可以去看看它這個直方圖 它大概長什麼樣子 也許你就會稍微注意到 它這個直方圖 會跟我們接下來要談的一個 常態分配是滿像的 所以這個可以回去試看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幾個要談的 就是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分配 我們剛才談的二項分配 當然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這幾個分配 基本上課本 我們的中文課本沒有寫 但它的英文課本其實是有寫的 所以我也很快的把它帶過去 那這個考試要不要考呢 我覺得還是考一下好了 因為本來分配就有很多種 所以我們只學二項分配 好像稍微少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剛剛看的是binomial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multinomial就變成多項式 多項式有沒有 你們以前不是學多項式嗎 那現在這個是 multinomial是多項分配 多項分配的概念跟二項分配 其實就是什麼 把二項分配擴展出來 我們二項分配是只有兩個 outcome 對不對 那multinomial呢 多項分配就是它有超過兩個分配 那所以我們可以把binomial當成是一個什麼 multinomial的一個什麼 spatial case 那它的公式呢 它的公式可以寫成這樣 那這個公式跟我們剛才的CN取X 其實大同小異啦 它這其實也是一個排列的概念 就是N階層除以什麼 S1階層一次到SK階層 假設你今天有K個 outcome K個 outcome 那每一個 outcome都有自己的什麼 成功的機率 所以就是P1的S1次方 P2的S2次方 一直到PK的SK次方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multinomial distribution它的機率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英文的會不會比較不習慣 不過還是要習慣 大城市裡面有50% 50%是選擇 他們如果在從事它的休閒活動的時候 50%是看電影 30%是吃晚餐 然後Play不知道是什麼 你說 看歌劇吧 還是什麼 那20%呢是選擇Shopping 所以它有幾種 outcome 三種 看電影 吃飯或者是逛街 買東西對不對 這三種 outcome 那每一個 outcome 它的機率個別是50 30跟20 那如果我選擇五個人 選擇五個人來看的話 那這五個人裡面呢 有三個人是要看電影 有一個人要來Play 就是看就是跟吃晚餐一樣 另外一個人是選擇Shopping的話 那這樣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多項 多項式分佈的概念 所以呢我們就帶剛才的那個公式 現在的K只有三個啦 只有三個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就五階層N是五嘛 那其中三三個是看電影 所以三階層 然後呢一個一個 所以一階層一階層 然後0.5的三次方 0.3的一次方 0.2一次方 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這樣子的一個Event 是屬於二項分配的一個機率 但是它這樣的一個五個 五個選五個人裡面有311 這樣的一個結果 它的機率是多少 它的機率是0.15 所以這個是屬於多項分配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分配呢 叫這個 這應該是法文啦 但是法文我也不太會唸 叫Passon還是什麼 Passon 也有人叫Passon 簡單一點叫Passon 那中文有發音叫普瓦松 那Passon這個分配呢 還蠻常用的說實在 尤其在社會科學裡面 那當然我知道我們不是學社會科學的 但是反正我們要跨領域的學習 所以你知道Passon這種分布在社會科學 特別它在談一些人類的行為的時候 也其實用到蠻多Passon分配的 Passon的分配通常在談什麼 談就是說在一個 A period of time 就是一段時間裡面 它發生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發生什麼事情幾次的機率是多少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說一個固定的面積 或者是一個固定的體積裡面 它有某種現象的 某種現象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用在Passon 或者是這份當然課本 你可以參考課本的說法 所以你先大概知道 Passon分配大概就是 考慮一段時間也好 或是一個面積一個體積 或者是反正一個固定的單位裡面 它的發生的次數是多少 我們來看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基本上就是說 不管是在一個interval of time 就是一段時間 或一個valent 一個體積或一個面積下面 你的lambda是它的什麼 是它的所謂的平均數 lambda是平均數 就是你每一個單位的時間也好 或每個單位的面積 這個體積 它的這個發生次數的平均數 發生次數的平均數 我們把它用lambda來表示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Passon的分布 是等於x是你的outcome 那這個outcome 然後這搭配它的什麼 搭配它的平均數 搭配這個單位面積或單位時間 它的發生次數的平均數 這樣的話你可以帶入這個公式 去算出它的Passon的分布 是等於x階 x階層分之exponential的負lambda 乘上lambda的x次方 那當然x 因為它基本上還是一個離散的分配 離散的分配 所以x可以是0123 一直下去 那當然這個1是什麼 1你們應該都學過對不對 1有沒有學過 1就是natural log 對不對 自然對數的東西 那反正你帶進去算就對了 好啦看這樣子搞不清楚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例子 好像沒什麼聲音 我們來看例子 看什麼例子叫Passon 好這邊這個例子呢 叫做Typographic Error 那什麼叫Typographic Error呢 就是打錯字啦 這打錯字 那打錯字呢 它這邊告訴你說 好假設在一個500頁的manuscript manuscript就是草稿啦 這個草稿裡面 那我們有先 以前在寫字不是都是先寫成草稿 假設在500字的一個 用手寫的草稿裡面呢 你會發現有200個Typographic Error Randomly Distributed 就是反正就500頁裡面 隨機你會發現有200個 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寫字寫錯了 那我們現在要找什麼機率呢 找說如果你要找一個固定 就是a given page 某一個page 這個page裡面呢 剛剛是500頁裡面有200個錯嘛 500頁裡面有200個錯 我現在要找某一頁 如果它裡面有發生三次錯誤 它的機率會是多少 那這樣的概念 就可以用Passion去做了 那在這個時候呢 因為在做Passion的分佈 你要先知道它的lam檔 那lam檔我們說過 它其實就是一個平均數嘛 這是它的平均錯誤 那剛才說過啦 500頁裡面發生200個錯誤 對不對 所以它的平均數 每一頁平均有幾個錯誤 你要先把這個lambda算出來 所以你的lambda是500分之200 就是0.4 就是每一頁有發生0.4個錯誤 那發生0.4個錯誤之後呢 那你要說 那某一頁你會發現 三個錯誤的機率是多少 那這時候你就帶入我們剛才的這個 Passion分配的這個公式 X是這時候變3嘛 三個錯誤 你的lambda是0.4 那帶進去呢 去把它算一算 你就可以算出來 你這樣的話 發生 這樣子的話 在根據你之前的這個經驗 200個錯誤 500頁 那你一頁要發生3個錯誤的機率 其實非常低 大概只有0.0072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少於1%的機會 你會發現一個頁 一頁裡面的這個manuscript 會有三個錯誤 這個是比較 機會是很低的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Passion分布 那這也是一個離散的機率分配 離散的機率分配 那它適用的時間 就我們剛說過 它如果是在 談某一個 某一段時間 或者說某一個面積 某一個體積的分布 像這邊就是談什麼 某一個頁數 某一頁數的分配 錯誤的分配 其實這個都可以用Passion來分配 好還有 我們接下來還有兩個 一個叫做超幾何 hypergeometric 那hypergeometric 它是一個超幾何分配 它概念是說 它一樣是兩個outcome而已 但是它這時候的sample 跟剛才的sample 就不一樣 剛才我們的binomial sample 是什麼 類似取後放回的概念 所以是獨立事件 那超幾何分配 它是可以取後不放回 所以它可以基本上是一個 相義的事件來做分配 那這時候是怎麼算它的分配呢 好 那因為這邊只有兩個outcome 兩個outcome就是兩個object 那它可能可以是女性男性 或者是有defractive 或是non-defractive 就是所謂的這個有沒有壞掉 有沒有壞掉或沒壞掉 類似這樣 所以它是只有兩個outcome 或者是成功失敗 對不對 就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在hypergeometric裡面呢 你要發現它有A個item 就是說兩個項目嘛 所以A個item 可是A個成功的機會 那B個item就是什麼 失敗的機會 類似這樣 如果你用成功失敗 或者是你有A個item的female 就是女性 有B個item的male 是男性 也是這樣 那A加B就是總共的population A加B總共population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它的機率是什麼 probability of x 這個x是selecting without repressment 所謂without repressment 就是沒有放回 沒有放回就是 你把它取樣出來之後 沒有放回這個概念 你去選了一個sample sizen 選了sample sizen 那選出來之後呢 這n個選出來之後呢 你有x item 你發現 要發現有x item的typeA 跟n-x item的typeB 的機率會是多少 這樣清楚嗎 就是你 反正就只有兩種outcome 那選出來的outcome 選出來的outcome 你的sample size是只有n 那這個n個裡面呢 當然有成功或失敗 那成功的樣本 樣次有幾個 就x次的成功 那另外當然就是n-x次就是失敗 就typeB嘛 那這個是取後不放而已 所以它基本上是dependent的時間 那算出這樣的x x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那它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組合的方式去做它 分母A就是類似它的總共的樣本空間 所以是C的A加B取N 因為A加B是全部的population 對不對 A加B是全部的population 所以C的A加B取N 是它的總共population 分支是什麼 C的A取X乘上C的B取多少 n-x 這是取樣出來的A嘛 A取樣出來的 B是一樣取樣出來的 A是原來的成功的population B是原來失敗的population 所以從成功的population 取出x的組合有多少個 那從失敗的population 取出n-x的這個population 它組合是多少個 所以把它算出來相乘 然後再去處理它的總共樣本空間 這得到的就是p of x 那這是屬於所謂的叫超級合分配 超級合分配 來看一個例子 保險 假設在這個neighborhood裡面 它十個房子裡面 有兩個是怎麼樣 是沒有保險的 十個房子兩個沒保險 那如果我們選五個 從這十個房子裡面去選五個房子出來 那你要選這五個房子裡面 發現出正好有一個是沒有保險的 它的機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它的母體本來就很小 它的母體就十個嘛 那十個你在選的過程中 當然就是類似取出不放回的概念 所以它就是有dependent的概念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相異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這邊總共 原來的十個房子裡面 它的總共母體就十個嘛 所以A加B是十 那A是什麼 A是假設是沒有保險的 所以A是二 那有保險的這個項目 B就是八 有八間房子有保險 那我們是選幾個樣本 我們是選N是等於五 選五個樣本出來 那其中有一個是沒有保險的 所以這時候大X它的隨機變數 是沒有保險的 這個隨機變數的X是1 那N-N就變4 那這樣的話這些資料都準備好之後 你就可以去算出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P of X就是什麼 從五個 從這十個房子裡面選五個裡面 其中又正好一個沒有保險的幾率是多少 就P of X 這個X是等於1 然後算出來結果 C2取1 C8取4 然後除以它的總共的 它的這個樣本空間是C10取5 C10取5 那算出來結果就是正好等於九分之五 所以這個是它 五個房子裡面挑出來 正好有一間沒有保險的幾率是多少 就九分之五 好 最後一個 這個 剛剛是超幾何 現在是幾何 那幾何的話呢 幾何的意思就是說 它一樣的是只有兩個outcome 它是只有兩個outcome 但是呢 這個兩個outcome呢 就是說我一直重複 重複一支取樣 取到第S次 它才成功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這個也是常用的 幾何分配 你看它這邊說明的 只有兩個outcome 然後重複到最後一個成功 重複到 就是你一直取樣 取樣到什麼 取樣到成功的那個 那個取樣之前總共幾次 那個次數就是你要去談的幾率 所以P of N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Number of Trial 就是因為你要抽到第N個才成功嘛 所以就是N就是你的成功 就是你的試驗的次數 那因為這個試驗 這代表你前面N-一次都是失敗的 你前面就是你取樣取到第N次才成功 代表前面N-一次都是失敗的 那這樣子的幾率是怎麼算呢 那當然就是P of N是等於 前面都是 前面都是失敗的嘛 所以E-P就是失敗的幾率 乘上N-一次方 再乘上什麼 最後一次成功 然後DN-一次成功的幾率是P 那就可以算出來它的幾何分配 這個是血型的例子 假設有42%是A型 那我們現在抽四個人 那抽四個人裡面呢 你一直到什麼樣 the fourth person 就是你一直到第四個人 才會是第一個你選到是血型A的幾率是多少 有沒有 所以我從這個四個裡面裡面去選 一直選可能前面是O型是B型是AB型 直到抽到第四個人 他才是所謂的A型的 那這樣的幾率是多少 所以因為A型的幾率是P是0.42 成功的幾率是0.42 那當然不是A型的就是0.58嘛 那你抽到第四次才成功 所以N是等於4 所以P of N就是P of 4 就是等於你成功的幾率是0.42 然後呢 失敗是1-0.42 但是它的幾次 它有三次 4-1 所以這樣乘起來的結果就是0.082 所以代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要到第四次才抽到A型的幾率 其實非常低 大概就8.2%左右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幾何分配的概念 所以我們額外除了Binomial Distribution之外 額外又介紹的四種Distribution 是所謂的離散型的分配 那這四種離散型的分配的幾率呢 你們稍微也要知道一下 稍微知道一下 它每一種分配都有它特別的用 使用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課本局的這幾個例子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最後結論你們會自己看 那我們第五章的部分就上到這邊 那我們其中考呢 其中考呢 是預計是4月20號 所以我們還有兩個禮拜的上課完之後 就要其中考 所以我們會考到第六章 第六章平均那個常態分配的部分 好 下課 在這裡 就要到這裡 打進去 這個能力還是做的 好